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國內鬼話大小事 要用您聽得懂的話 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資訊媒體人張有話 燕營好 大家好 以及桃園市議員張江村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資訊媒體人康仁俊 您好大家好 一開始先帶大家來看 昨天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人來說 就可能就是黑色星期五 好 這個是現任的 還沒有卸任 桃園市長鄭文燦 鄭文燦其實先前在選舉的時候 就被人家給爆料 說他台大的碩士論文有問題 在昨天學輪會說 認定了他的論文涉及抄襲 所以撤銷了他的碩士學位 這麼剛好又是國發所 第一時間鄭文燦怎麼說的 他說其實他在選舉期間 他就有去過一次學輪會 親自出席 而且去了學輪會之後 他已經道歉了 他說現在重審論文 結果出來 他願意再道歉一次 主要的原因 也有很多人在講了 說其實是因為 他在之前被人家舉發之後 他就自己有找了 他們的幕僚來幫忙比對 一筆對出來發現 確實相似度達到百分之三十點多 好 這個是已經超過了台大可以接受的一個數字 因此第一時間他出來的時候 他就講學輪會的時候 他已經先道歉 但同時大家也會要問 這件事情論文會通過 不是只有要被評論論文的這個碩士生 還有他的口試委員 因為這麼高好 口試委員你我他也都認識 叫做林佳龍 林佳龍第一時間的回應是 他們不會對資料的來源逐一來比對 大家就要問 你口試委員這樣講 是在甩鍋嗎 台大方面的回應講了 這一次的調查 基本上對於台大而言 第一學府學術倫理誠信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這一次的事件也讓大家發現了 台大國發所目前是怎麼樣 這一位前夕友嗎 應該這樣講嗎 他現在已經不是國發所的碩士了 現在這個林志堅回到了 變成中華夜間部學士 那還有一位誰 鄭文燦 本來說了 他應該是個學霸 建宗台大電機 結果現在也因為這個被撤銷了 碩士的學位之後 變成學士 唐主席還有得選嗎 這個梗圖在昨天馬上瘋傳 就是桃園三結役 包括誰 包括了林志堅 鄭文燦 還有鄭運鵬 他們說了 不能同年拿碩士 但願同年變學士 這場選舉確實呢 讓他們被打出來一一檢視 到底包括了先前的學位 有什麼問題 同時大家也要問了 學生如果他的碩士論文有問題 指導老師是誰 現在呢 大家就問陳明通人呢 一直告訴我們 陳局長沒有辦法回答陳老師 陳教授的問題 但問題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被學生 就爆出抄襲事件 現在他的學位 他的這個學校的教職還保嗎 台大部分是表示說 現在都還在調查 而也有教育的團體講了 說這起事件已經變成二零一六年 當年還記得嗎 有台大的醫學論文造假事件 說這是目前這幾年來 台大最大的一個醜聞 甚至現在私校公會 理事長也已經跳出來說了 說台大國發所的醜聞事件 這就叫做政學交相賊 這個是最壞示範 認為指導教授 換句話說就是陳明通啦 應該要解聘 或者是不續聘的處分 而也是因為這一連串的新聞下來 學者就有人跳出來講話了 說其實他們發現 綠營的部分 但他們要培植一個終身帶 感覺上學歷上面要看好 好像大多會推薦給陳明通 而且這裡頭還說有龍通一條龍 什麼意思 說是論文指導教授是陳明通 口試委員是林家龍 就變成了龍通一條龍服務 那很多人也講 這個就是給大家的一個警惕 告訴你學位不能這樣換來的 而很多的媒體開始在評論了 說這件事情 像是這次的選舉一絲五密 那個時候大家在講 林志堅 甚至是這個包括高嘉瑜等等 怎麼大家都忘記了陳明通 陳明通到目前為止 你有聽到他說一句道歉嗎 或者是在整個事件當中 他的角色他有出來說過分明嗎 所以大家講了不要忘 頭號戰犯他應該要名列前茅 不過鄭文燦這一次的事件 對於民進黨內來說 可能的是一師三命 原因是因為鄭文燦在這次選完之後 變成了調查的這個檢討小組的召集人 那現在他自己的論文的事件 被發現說涉及抄襲 可能這個位置坐不穩了 而在此之外 他到底有沒有要出來選民進黨的黨主席 會不會加深綠營內部的內鬨風暴 原因是因為在這一次選完之後 包括今天 大家也都問到了鄭文燦 他說論文事件 他現在願意再一次的坦然面對 然後來跟大家道歉 但是政治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就以其他事情來討論 用不同的方式 標準來討論 換句話說 是不是幫他未來的路 留了一個伏筆 不過回過頭來 大家要問的是 這一次事件確實 對於一直以來 大家給鄭文燦給大家印象就是胖周瑜 很聰明 是學霸 但是他去念台大國發所 要請教學長了 來 仁俊哥 他被撤銷了碩士學位 這其實是非常重的一擊 他是學長 他是學長 他比你早了對不對 他是二零一一 我必須講就是說這件事情 鄭文燦其實你看他的說法 他其實承認了 他也沒有說他沒超或是什麼 所以他講 他就說在當時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比對的系統 那所以如果他當時有比對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什麼 因為這個事件其實又比較特別 跟之前的這個所謂幾個 不同的陣營裡面 比如說包含到像蔡壁如 或者許淑華這些 事實上在不同的狀況裡面 這個狀況又比較不一樣 他又不一樣 對 他的狀況其實是 你用國內的比對 因為我們現在比對軟體 有非常多套 每一個學校用的比對軟體都不同 那比對軟體他的問題出現在 就是他所使用的Data Base 其實不太一樣 就他每一個的狀況不同 所以就鄭文燦的部分 我知道的是他其實自己有跑過 用他自己的 就是用某一套系統去跑的時候 是沒有這麼大的趴數 所以你會看到油治病去檢舉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講這件事 他說我用國內的軟體去跑的時候 因為Data Base不一樣 所以沒有達到所謂的抄襲這麼高 他是拿另外一套系統 那個系統的資料庫 是大陸的資料庫 所以去比對完了之後 認定說 認為說你這個跟他不一樣 所以現在我覺得他第一個 會衝擊到的就是說 以後這個所謂的 會跑比對的這件事情 每一個學校我覺得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是不是要跑一套 哪一套為準 因為現在各校用的都不同 那我覺得這個以後大概就是 以後可能學校自己要去認定 但我覺得第一個鄭文燦 他跟這一次的態度跟之前 就比如說像大家看到林志堅 他其實就講說 對 他就有 所以你看他說的法 他的說法是學輪會找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先道歉了 所以我覺得他第一個 他沒有否認這個 就處理誠信上跟林志堅 已經是不同方式了 我認為他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林志堅那個是林志堅 他覺得他沒有抄 但鄭文燦這個你可以看到 他後來在今天早上 他有再接受訪問的時候 當然他也重新再講了一次 昨天聲明的那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概沒有什麼疑義 後面他又不要再採取什麼救濟 或什麼的 基本上看起來 他今天是沒有這樣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對於不管是台大國發所 或者是對於現在 很多人來講是產生一個衝擊 那我認為對於鄭文燦的下一步來說 因為現在看起來鄭文燦比較大的狀況 是他應該有可能想要參選黨主席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會影響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以論文的這件或碩士的這件事情 民進黨在不在乎這件事 如果鄭文燦要入閣 如果鄭文燦要入閣 因為未來我們會談到這個 也有可能會面臨到這個內閣改組 我認為這件事情就會被拿起來 吵得沸沸揚揚 會有人再繼續來攻擊 就是說你看你鄭文燦 你以前就是吵了什麼 那如果他要選擇叫民進黨黨主席 那投票權在誰的手上 在民進黨黨員的手上 因為我們在座都不是民進黨員 你都沒辦法 我們都沒資格去參加投票 那所以他對於他要不要參選 黨主席的這件事情 論文或者是這個碩士學會被撤銷 會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我就會比較保留 我不是說民進黨不在乎這個 而是說因為你看鄭文燦 這兩天的等待大家的那個說法 就會覺得你就隨時學術歸學術 然後我就政治的部分就歸政治 我認為他如果今天要內閣 因為你內閣就變公務員 那公務人員 這個我不覺得國民黨會放過他 但我必須講就是說 這整件事情當然 你看這兩天又開始有人在講說 要查所有的這個什麼國發所的學生 要把陳明通的指導的學生 全部都查過一次 其實我真的講 就是說就我自己所知道 不包括我們自己 就是說因為我們自己都念 這個學校的 然後其實我們很多人 都已經跑過比對系統 那我們大概自己 對於自己的狀況 我們都大得 因為你自己寫 你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狀況 所以跑其實只是跑一個 讓自己大概知道 因為其實講真的 我們當時畢業的時候 根本沒有比對 也沒有系統 你就知道你是自己寫的 但是你有些參考的 或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說那個比例或什麼 其實老實講 後來他們就開始有要求 就是說你必須要這個 附交這個所謂的比對 跑出來的這個趴數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鄭文燦你可以看到 他試圖止血 他也試圖脫離戰場 我認為他當然想要保住的是什麼 就是他接下來從政的這一條路上面 他不希望變得像之前一樣 就是說你要講要申訴 要幹嘛要抗議 又被人家扣回來 另外一個帽子的時候 他今天選擇的方式 他就趕快 我就是道歉 那希望讓後面的東西 就是吵個兩天 讓他結束掉 所以他希望趕快清理戰場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就像台大講的 學術倫理 誠信 誠信這兩個字 是基本要求 那大家就要問 不管他未來是要入閣還是要選黨主席 大家對於他的這個審視 包括其實在桃園的政績的審視 基本上大家都覺得 這是基本要求來存長 鄭文燦他當年選議員的時候 他是全桃園最高票 當時他之所以會全桃園最高票 是大家知道在升格 在包括新北升格以前 桃園升格以前 其實議會確實學歷 都並不是很高 所以當時鄭文燦他是頂著一個 高學歷的一個光環 在巴德這個地方 他拿到的最高票 甚至是全桃園最高票 那在後來他在當上市長以後 他其實是非常的會包裝 我曾經質詢過 他們鋪一條道路 前前後後又是會勘 過程中的勘察 他也可以辦一支很大的活動 剪載辦活動 開始啟用又辦活動 甚至曾經說有一個工程 50萬的工程 小小的一個瓶頸打通而已 他可以花30萬下去做包裝 去辦活動 所以他們就這麼說 我質詢他們 他們就說這個所有的活動 在所有的工程法定 都是可以拿三層來作為宣導用 其實宣導就是一個美麗的包裝 從林志堅來我們桃園選 你也可以看到林志堅也是包裝了 非常的光鮮亮麗 包括到鄭文燦 也是經由我們的新聞處 花砸重金 然後不管是週刊 還是政論宣導這些 或者是用到他們的這些側翼媒體 可以說一層一層的包裝 但是當你這一層一層包裝 把它掀開以後才會發覺到 這個建設 這個樣樣到處都是豆腐渣 要不就是漏水 甚至到最後 其實我本來在想 我當時由志堅去檢舉 鄭文燦的論文的時候 我當時的心裡想說不可能 不可能 誰都有可能抄襲 鄭文燦不可能抄襲 因為大家都叫他學霸是不是 對 游志堅一定是踢到鐵板的 我當時這麼認為 真的 連我都這麼認為 我們桃園人真的對鄭文燦 他這樣的一個包裝 這麼一個過度的包裝 我們連我都被洗腦了 鄭文燦真的就是好棒棒 鄭文燦就是真的好優秀 他不可能抄襲 別人有可能 我相信 他絕對不可能 結果最後 其實我真的 我也傻眼 哪有可能 如果連鄭文燦都抄襲 陳明通一年指導 一百七十幾個學生 這裡面還有誰是可信的 全部 不是一年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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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年不可能很多 陳明通 一年一年一秒到365天 陳明通他全部指導的學生 有一百七十幾個 如果說連鄭文燦都出問題 還有誰是可以信的 所以這時候 我真的就會懷疑到 我們的國安局長 如果都是在造假 我們的國安局 我們的國安系統 是不是也在造假 這會不會有國安危機 現在連台大都已經說 對於陳明通是永不入用的 我相信這個事件 對台大在世界上的 大學的排名 應該是也會有所影響 這應該算是世紀上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醜聞 那國家呢 他現在還是我們的國安局長 這會不會也是國家的危機 其實國民黨他現在是希望 好好來了解一下 陳明通他現在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但台大部分 我們還是要幫他澄清一下 他們還在調查當中 一切都在調查當中 不過要請教有華哥了 確實調查當中 但是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聲浪 認為陳明通老師 他有這麼多的學生 徒子徒孫 可是已經接二連三的發現 有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明確 是不是應該要給這些指導教授解聘 或者是不續聘處分 以避免這種政學交相賊 而且現在又有人講 說綠營是不是真的賠償終身代 就會推薦給陳明通 已經有出現這樣的說法了 台大是不是應該要給個解釋 回過頭來 如果鄭文燦他真的會出來選黨主席的話 陳信這件事情 難道對於民間黨來說 他們不在意嗎 那我先講阿燦好了 阿燦到了今天一件事情 沒有交代清楚 就是說你承認是有抄襲 究竟是你抄襲還是請人代筆 這個是一個學術陳信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論文到底是不是 那你寫的請阿燦說清楚 他說是他寫的 你還是質疑是不是有人代筆 對 因為他說二零一一年 什麼沒有比對系統 那我相信 可是二零一一年 因為我寫學歷史的 那我經常會看他們的資料庫的東西 我想請問一下 你怎麼知道那篇文章 是在四川大學發表 請他告訴我 就是說 以鄭文燦當時公務繁忙 他有時間看書 我承認他是學霸 程度很好 因為他在野百合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那個時候我在國策中心 我就已經認識他 我認為他學問很好 那好 阿燦這件事情他要講清楚 那第二個各位知不知道 他們對高鴻安 高鴻安沒有抄襲 他還把他博士論文 那個大學 印第安那大學的證明拿出來 他們講高鴻安抄襲 要移送法辦 信心那題 不信心那題 信心那題 忘了忘了 信心那題 好 你要把高鴻安移送法辦 他只是一個市長層次 那請問鄭文燦 你應該對這件事情 你表達一下 第二個 他們叫誰 叫張善政 你把研究計畫給我 通通吐出來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不 研究經費 然而現在鄭文燦他發生問題了 他學術誠信都完全破產了 各位可以看一看 你民進黨怎麼要求許淑華 怎麼要求張善政 那你怎麼要求高鴻安的 請你按照這個標準處理 那好了 那鄭文燦 那我不管他要不要選黨主席 至少你選對會 還有包含檢討小組 你必須辭職 你要向民進黨交代 那你不能說 那我承認 那我抄襲 也就算了 可是一個對學術忠誠 都有問題的人 你相信他以後治黨治國會沒有問題嗎 好 其實我們講到陳明通阿通博 現在阿通博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 林志堅已經被人告上法院 你當年保駕護航的時候 我想請問一下 你深夜發了臉書 那這是阿燦 你能不能比照辦理嗎 就是說那你不能雙標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陳局長他不答覆陳教授的問題 之前講的針對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情治單位 他的情報是講究精準性 那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阿通博他招了那麼多的學生 大概任俊也曉得 我也曉得 像他那些學生 第一個 一定要在公務機關任職 還有一個機要職 還有一個機要職 還有一個大部分都出成新潮流 因為我們每一次去吃飯的時候 阿通博都在場 我講過去 不是現在 過去 那從這些事情 鄭文燦要不要參選黨主席 那個是民進黨怎麼看 但是陳明通是公務員 公務員難道不應該用最高道德的標準 或者最高標準看陳明通嗎 那陳明通如果他不下台的話 他又去保駕護航 對於違法違紀學術忠誠的人 你還是去保駕護航的話 這個我們必須要批評 那更重要的 我就必須告訴鄭文燦 林志堅退選 蔡壁如辭職 這兩個例子都已經放在這個地方了 那我不講國民黨了 那我講其他黨派 這兩個例子放在那邊 那請問東宮太子 你還有臉待下去嗎 你應該去呈現一下 再重回政壇吧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中文字幕詞 李宗盛